从美国高中升级归来 到在亚青赛上大放异彩 18岁的王全泽正在用自己扎实的成绩和出色的表现 为新一代的旅美球员证明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小编秋迪 喜欢亚洲篮球的朋友欢迎留言和订阅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刚刚高中毕业的流美小将王全泽 王全泽2000年出生 今年18岁 身高2米06 在场上打空间形四号位 新赛季他将登陆NCAA一级联盟 为长青藤盟校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里 王全泽出生在山西太原 初中时候来到北京 就读著名的篮球中学北京四中 这里有一段14年时他打北京高中篮球联赛的老视频 视频里的王全泽在球队里担任替补后卫 显得十分清澀 论记载力和潜力在双方的队员中都不算出彩 有意思的是 其中6名在这场比赛登场的球员 现在都在北大或清华大学 打中国大学生篮球的比赛 如果事情按照预期发展 王全泽很大可能会像他的学长一样 参加体育特长生的考试 并在未来征战CUBA 可是小王却在他14岁时 决定去往美国前五的篮球高中 Modern Day读书打球 成为该校历史上的第一位华人球员 由于在四中打下的英文功底 刚去美国的王全泽很快融入了球队 并逐渐开始兑现自己在球场上的天赋 不像传统的中国瘦高内线 王全泽身高和弹跳在同龄人中并不十分突出 但在现代篮球极其看重的外线投射和面框持球进攻上 小王却有着很强的能力 其次 Modern Day的主教练是美国高中的签胜教练 加里·麦克奈特 他个人极其推崇团队篮球理念 给了菜鸟王全泽很多锻炼的机会 也让小王的侧应能力 以及阅读比赛的能力 在日积月累中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他在球队四年的队友 Steven Spencer曾这样评价王全泽 他实在是太全面了 一个6英尺10英寸的家伙 竟然可以出色地投篮运球和传球 他是一名令人难以置信的团队球员 高三赛季 王全泽逐渐在人才积极的球队站稳了脚跟 这一年也是美国高中篮球 引爆互联网的一年 球爹的小儿子球三 Lamello Ball就曾在一场高中比赛 砍下92分 打破了陈锋已久的高中生 单场比赛记录 巧的是 王全泽所在的Matterday 和三球所在的Chino Hill 同属于加州赛区 两所篮球名校也在加州锦标赛上 来了此面对面的较量 比赛开始时 能容纳一万人的体育场坐无虚席 王全泽在轮换这种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并最终经过加时赛的敖战 战胜了势头正进的Chino Hill 终结了三球的未免之路 王全泽赛季场军得到9.9分 5.8个篮板 并得到了很多知名篮球媒体的关注 他在ESPN的评级 也曾经一度来到过四星82分 位列全美高中生的前200名 创下了旅美球员的最高得分纪录 高中的最后一年 随着之前的球队核心 波波和沙里夫奥尼尔纷纷决定转学 王全泽一跃成为球队内线的绝队核心 在这一年 他场均拿下14.1分 6.4个篮板 得分位列全队第二 篮板全队第一 他带领球队重夺加州锦标赛CIF的冠军 个人荣获锦标赛的第一阵容 高中结束后 王全泽拿到了三所D1学校的篮球奖学金 并最终选择加盟宾夕法尼亚大学 准备开始自己的NCAA生涯 除此王全泽在亚青赛上的优异表现 传达出了两个积极的信号 一方面 王全泽和张震林为首的新一代流美球员的实力 得到了认可 相比于之前舆论炒作出来的唐子豪 这一代的流美球员赴美训练周期更长 得到的比赛机会更多 最终取得的D1 offer也更具分量 另一方面也表明 中国篮球在选材上较之以往更加开放 愿意给这些常年在海外训练的球员 证明自己的机会 在最新一期U17国庆集训名单上 海外球员张之遥和吴永豪都得到了征招 可以预见的是 国内清训加上海外培养的多方向选材 将极大拓宽中国篮球人才的储备 也将会为中国篮球的比赛风格和战术 带来更多不同的可能 这就是刘美小将王全泽的故事 我做了很多好关系的关系 我做了很多好关系 也就是我 Ugh I think professionals 我想 rather thanơn 我 ấyきた這個 我做證對了 spre speak for me 是 converted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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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It was really tough for me to give all of the other coaches calls and that was probably like one of the toughest moments of my life just to say no to those coaches because I've had, I've still made good relationships with them and but ultimately I'm super excited that I know where I'm going and it's a great place. You're still in an important season here, your senior season, it'll be your last year of playing high school basketball. When you sit down and think about that, what type of emotions do you feel? I'm definitely excited but also I'm kind of sad because this is my last year and I have so I've had so much fun on modern day and especially after the last practice we had our coaches are our seniors. This is the last first game you guys will have and it's just kind of sad but I'm excited for this year and I hope we achieve our goals. Tell me what you think sets you apart from other forwards. Well, I think my game is very unique. I can go inside, outside and I can handle the ball when the team needs me to. I can rebound, obviously shoot the ball, so that's what's up for me. Next five years, what do they look like for you? Well, my goal is definitely to play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and you know every basketball player's dream is to make it to the NBA. If I can't make it to the NBA, my goal is to play overseas and that's going to be me. Well,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time. We wish you the best of luck in the future and this season. Thank you so much.